他有可能遠足錄得可以的 他只有五十六 看看剩下兩個圈 潘尚禮可不可以向自己的成績 作出一個新的突破 現在不是名次之爭 名次是時間之爭 時間之爭 如果慢了大概六秒鐘的時間 可不可以看到前面這位車手 然後呢 鄧右泉 就像廣告牌那樣大 當然不行啊 怎麼看啊 入了水塘灣那方面可能見到 那條直路方面就可能見到 見到那些煙 因為車速這麼高 當然了 小七幾秒時間 小七幾秒時間 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你一位澳門車手 蘇謝雄仍然就是守著第六位 和83號這位車手 潘澤明呢 差僅是第五名的位置 五十四號的溫廣流 現在名次很穩陣了 第三位呢 應該是可以保得住的了 想不跟你搏 他都不跟你 因為呢 比起第四的五十一號車手呢 盧家榮呢 他的時間呢 就領先有 大概是二十四秒 都不用點搏的了 剩下兩個圈 不是啊 哪個啊 潘尚禮呢 跟那個鄧尤全很近的 現在呢 見到的了 真的 真的聞到電郵味 已經見到 不用在廣告牌都見到的 是不是 真的好近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好近 現在在 只有六的一號車之前 專家隔著的 鄧尤全領先 跟著呢 就是潘尚禮 第三位就是溫廣流 半條直路位 跟著呢 就是五十一號車 盧家榮 最後的就是 八十三號 潘尚禮 而澳門車手呢 蘇社雄呢 就排在第六位 不知道 潘尚禮 真的 跟時間都很快 真的希望拿一些 更好的圈速 五十一號的就是 剛剛才經過了 八十一號 跟著來了 啊 追得很近了 完成了九個圈的比賽 回來就會衝線的 今場呢 電單車新手賽 第二組的賽事 澳門車手呢 也是 可以為澳門車手呢 所以是欠一些光彩啊 今場的比賽 那現在呢 賽會的工作人員呢 亦都是 準備啊 黑白格仔旗呢 就是揮動的了 最後一圈 最後一個圈的了 那有圈 又快了 潘尚禮 潘尚禮 2分58秒幾 最快的圈 2分58秒77 是 好失望 拿不到2分56 這個圈可以嗎 我覺得 沒有跟你拼了 是吧 最後一圈多了 現在只剩4秒幾 4秒幾 頭車和熱車 幫不了 我現在鄧右船 留一下力 和拉手 一連中線都不定 哈哈 鄧右船都不拼了 那 班長呢 不用拼了 快點入圍了 是吧 入圍了 看一般上禮呢 可不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快點的時間 如果跟剛才兩林傑的時間去比呢 潘尚禮都只剩下一段距離 相差三秒鐘 三秒鐘 三秒鐘 兩分55秒幾 才能解決 你們 好了 還有大半個圈左右 就會是完成今場的比賽 是 相差不足不到兩秒 現在 頭二車相差不到兩秒 可能在終點之前 分分鐘會過得到 還有快急彎 上了 上了 三位 穿得很好貼的啦 頭車和二車 潘尚禮 不頑著死後走 那這場牙膠大賽呢 亦都是 差得很激烈啦 港澳之爭 潘尚禮過 過 過了 鄧右船呢 似乎是有一點點保留啦 是 不要啊 雖然說是初賽而已 不要冠軍保助 在最終的圈才送給人啦 好像你說的 牙膠 比較重要的 鄧右船仍然是領先 不過呢 借差好少而已 潘尚禮 潘尚禮呢 看來呢就是 想過鄧右船的 真的可以過了她 潘尚禮 又遲收 過 好 發達了 過了 好 澳門車手 潘尚禮現在就是領先緊 在最後一個圈呢 就是過了 一路領前的鄧右船 上到第一位啦 那看來呢 潘尚禮呢 可以接受 格子旗的揮動啦 好啦 哪輛車衝線先呢 這樣看上去 應該是潘尚禮 半個車在那裡 半個車在那裡 第二名的就是鄧右船 第三名的就是溫港流 蘇社雄呢也是上到第五位了 澳門車手 咦 潘尚禮不抽 2分56秒71 是啊 剛才2分58秒幾 是啊 剛才2分58秒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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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第一組都差不多 2分56秒幾 相差不夠1秒鐘 記得有得玩喔 潘尚禮跟梁林健他們 有得玩喔 潘尚禮 越開越快啊 潘尚禮 如果你是多給他 多一兩個圈 我猜他就 有得55了 好了 這場電單車新手賽 第二組的賽事呢 也都在比較安全的情況之下 完成了 結果得到第一名的就是澳門車手 潘尚禮 第二名的就是五十七號 鄧右傳 第三名的就是五十四號 溫港流 第四名就是五十一號車 盧家榮 接著就是八十九號 澳門車手 蘇社雄 第六名的就是八十三號 潘澤銘 今場的最快圈速呢 就是由潘尚禮做出兩分五十六秒七一 平均時速呢 達到一百日四點五八公里的 哇 差零點零一秒 就是頭車和二車 潘尚禮和鄧右傳 潘尚禮呢 十個圈完成的時間 就是三十分二十八秒 接著就是鄧右傳 慢了零點零一秒 哇 嘩 叮噹碼頭 蚊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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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 真是很難分勝負 肉眼都很難看得出來 好啦 歡迎上禮 好嘢 拍手掌先啦 雖然你聽不到我拍手掌 大聲點叫兩聲 好嘢 嘩 哈哈哈 嘩 看了 嘩 嘩 好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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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